花蓮高尔夫球小将杨玉堂还有杨玉成姐妹两人表现相当亮眼 6月份妹妹杨玉成跟一举拿下 113年全国国小高尔夫锦标赛后座 而日前姐妹两在爸爸杨昌斌陪同下 拜访花蓮市公所与市长魏佳燕相见欢 而市长也特别准备了餐券还有表扬状 要鼓励两位球团星星持续发光发热 花蓮高尔夫球小将杨玉成在113年全国小学高尔夫锦标赛当中 获得中联级女子组冠军 而她的姐姐杨玉堂也在各项比赛当中名列前茅 日前两个姐妹在爸爸陪同之下前往花蓮市公所 向市长魏佳燕报告夹击 就是很有挑战性 就是如果有一干失误的话 下一干也可以就好 就是不用 就是情绪也可以练习 有一些时候就是推干的时候都推不进 然后就是会很气 会气哦 对 可能会有几句话就是可以让自己情绪稳定一点 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两位高球小将也特别转正了奖品 两支新球杆给市长 现场教学挥杆姿势 也表示有机会要约市长一起到球场打球 而市长魏佳燕也肯定了小选手的接触表现 是的 刚刚接待我们的杨妹妹 她在六月的时候获得我们全国的高尔夫球小学的一个冠军 那我想刚刚也跟她聊天的过程当中 我想她的爸爸跟姐姐长期的在练习我们高尔夫球 那在这边我也会持续的来支持他们 那未来也希望有更多单项活动 能够在花莲市发光发热 最后也祝福大家 那我想在今年或是是明年 我们期盼来办一场市长杯的一个高尔夫球赛 那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 魏佳燕表示市公所会持续支持年轻选手 未来有机会也期待可以举办市长杯高尔夫球赛 让更多喜爱这项运动的球友们有发挥的舞台 介络会欢迎市报道